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 美國仍等待中國任命的新國防部長 然後開始兩國防長對話 1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峰會間歇舉行雙邊峰會 兩位領導人同意恢復兩軍高層溝通 星期四在五角大樓禮行記者會上 國防部副新聞秘書申格 在被記者問到國防部長奧士丁 在美中峰會之後 是否已經和中國對口官員聯繫的問題的時候表示 美方歡迎恢復兩軍溝通 但是中國還沒有任命國防部長 申格表示 我今天沒有任何的可以宣讀 我們當然歡迎對話 你們看到總統在舊金山宣布了兩軍溝通 將會再次開始 但是再次要說的就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命奧士丁 中防長的對口官員之前 防長還是不一定有與之接觸的人 不過我們當然歡迎兩軍非常高層的溝通 從防長到我們更低級的級別的官員 也都當然包括在印太 今年10月 中國宣布今年3月才上任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李尚福上將被免職 目前還沒有宣布新的國防部長 北京沒有宣布李尚福出事的原因 但是坊間相信它是涉入軍隊貪腐的案件 李尚福2018年擔任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的時候 因為涉及到與俄羅斯軍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國制裁 至今仍未有解除 這也一直影響美中兩軍高層接觸